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12月17号播放的SBC United Sun 因为又引起了利用几色紧遮印而收到了网友们的痛批 该新闻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天,Lennyme Yujetsu获得了大奖 而在韩国有这么一句话 大奖不知道要给谁的时候给Yujetsu就可以了 能看出来Yujetsu一向都是很强力的一位候补 所以对于Yujetsu获得大奖也没有人觉得不应该 但是在Yujetsu获奖之前的整个颁奖典礼过程 却让观众们都感到非常不愉快 因为在当天的颁奖典礼整个节目气氛 就好像是大奖候补唐靖雯与奇策金两个人当中会有人拿下大奖 然后在唐靖雯获得制作人奖之后的采访中 奇策金也表示 本来没有期待 但是看到其他大奖候补们一个一个获得了别的奖项后 开始有一点点期待了 而不知道大奖投主是谁的颁奖人邢东央 也提到了一次奇策金的名字 总之昨天有看这个节目的人 应该有90%以上的人都以为会是奇策金获得大奖的 结果在发表大奖点名宇杰瑟的时候 宇杰瑟本人也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 在得奖感言中也表示 每年在获奖之前都会有那个感觉 但是今天根本就没有想到 对奇策金哥真的感到很抱歉 露出了非常尴尬的表情 然后在得奖感言最后 宇杰瑟表示 这是人体面成员们一起要获得的奖项 而让成员们都上了舞台 在颁奖典礼结束后 因为其他大奖候补艺人都获得了一个奖项 只有奇策金什么奖项都没有拿到 但SBS却在整个颁奖典礼过程中 就好像大奖是要给奇策金一样的进鞋 所以在节目之后 就遭到了网友们的痛批 SBS为什么连续两年对奇策金这样呢 甚至人体面成员们 去年也是 今年也是 都是希望奇策金能够获得大奖 看宇杰瑟也是慌张的道歉的话就能知道 宇杰瑟本人也以为这次是奇策金会获奖 SBS你们真的好意思这样对待奇策金吗 第一次看宇杰瑟获得大奖后 露出这种表情呢 令人上火的不是宇杰瑟获得大奖 是SBS只是想利用奇策金提高收视率 如果换座我可能就无法控制表情了 但奇策金心胸真的很宽阔 一直微笑也在恭喜别人获奖 真的很善良 不是说大奖一定要给奇策金 只是整个节目过程 都好像是要给奇策金一样的进行后 结果一个奖项都没有给他 只是拿他开玩笑 真的很过分 对于奇策金没有获得任何奖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女爱豆到底是谁 当然粉丝们可能会知道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位爱豆是一级Rujin 还是Lia 还是Yun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是BLACKPINK的哪位成员呢 这位是白晶人 我先去鸡 MATT 我先来看一下